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断侵蚀 在这里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双弯交汇的景色 左边是红海湾 右边则是大亚湾 它们共同孕育了惠州几具地方特色的人文风景 以及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 我们在惠州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任平半岛由忍山 平海 吉隆 黄布 铁冲 吴镇 和港口训聊两个官委会组成 从山顶俯瞰 我们仅能看到任平半岛的一角 远处一片洁白的沙滩与蔚蓝色的海洋相拥 这里也是中国大陆架上唯一一块海龟产暖地 有着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龟湾 小星山岛是惠东双月湾中的一座小岛 水质清澈湛蓝适合肤浅 而且可以采集到当地的特色海产品 海鸡角 我们跟随鱼迷华仔前往小星山 海鸡角是海洋中形状奇特的一种节肢动物 乘坐快艇大约40分钟后 我们来到小星山附近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小星山 我们大会从哪上去呢 然后我们还要转一个圈到这个小星山的背面 后面去 然后在那边一个大的平台 那边去采海鸡角 那边比较好上去 对对对对 今天我在海鲜市场好像没有看到有卖海鸡角的 因为采这个海鸡角的话 要天气很晴朗 礁石上面没有什么风浪 我们采载的话就会相对比较安全的话 才会比较多 小星山岛 位于惠东县大星山西南4.5公里 是大雅湾口东侧最大的岛屿 小星山岛四周水质清澈湛蓝 海洋生物丰富 盛产鲍鱼 龙虾 石斑鱼等 虽然拍摄时天气晴朗 但穿行在海上 依旧可以看到 岛屿四周惊涛拍岸的景象 继续行驶十分钟左右 在一个海浪相对平缓的水域 我们登上了小星山岛 那个岩石的壁上有一些藤壶看到了 小星啊 这个是什么呀 这红菜啊 这回家怎么吃呢 要把它晒干 然后用到淡水漂白去 放一点冰糖 或者放台糖有就可以 放点冰糖 这多少钱一斤啊 要一千漂白了 多少 一千块钱 要一千块了 一千块一斤吗 一斤 这么贵 这现在很少 是 因为我发现 其实它长的位置啊 就是处于海浪和岩石交接的地方 比较稀疏 而且下面可能更多一点 但是采摘的时候就很危险 华仔的父亲张晋帝 一辈子以捕鱼为生 他告诉我们 采摘红菜十分危险 由于风浪大 礁石湿滑 若不小心很容易被卷入海中 在礁石上寻找了半个小时后 我们终于发现了海基角 华仔有收获吗 有啊 今天风浪太大了 采到的海基角都不是很大 很漂亮 这就是海基角 是的 是的 学名叫做鹅井藤虎 它这外面是它的壳吗 对 它的肉的话都是在这一节 这是它的肉 对对对 它里面都是它的肉 摸上去现在是软软的 对 它就这么大吗 它还会长得更大一点 也不会太大 附着在岩石上 它是这么长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 它们一般是喜欢在什么样的地方生活啊 就喜欢栖息在这种比较浪大 长在石缝里面的 长在下面的话才会比较漂亮 比较大一些的 鹅井藤虎 也有人称之为佛手螺或者狗爪螺 由于采摘难度大 每斤海基角可以卖五六十元 在当地供不应求 哇 这海基角全部是钻在石缝里面啊 这个壳外面还挺硬的 我一敲都碎了感觉 哇 这真的是不太好敲 它的肉啊 长在这个石缝里面很深的位置 这个还真的有点技巧才能敲得上来 要不然肉就断了 翘上来了 很小个儿 肉质粉粉的 所以这些海生物真的很聪明啊 它们把最柔弱的地方借用坚硬的岩石保护 然后外部呢 则用自己的壳紧紧的包裹 带回去了 走吧 下午三点 我们满载而归 从小新山返回大澳村 去华仔的家中做客 大澳村依山临海 实践于明末清初 原本是一个小渔村 2014年 大澳村开始发展旅游业 村内陆续新建了很多三次层的小楼房 当时从深圳打工归来的华仔 也发现了这个机遇 于是他便把家里临海的老房子 改造成了民宿 哇 你这个民宿位置很好啊 远处就能看到大海是不是 外面还有一个小泳池 然后一楼这里是一个小八台 从这进去就是房间了 这是一个小客厅 对啊对啊 这里就是房间 好 进去看一下 哇 这房间面积还挺大的 还有个小书架放一些书 一些空的红酒瓶 一些装饰 华仔告诉我们 达澳村内有民宿六十二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村里海边的建筑多为三合图搭建了平房 内部是木梁结构 夏季刮台风时 屋顶很容易被掀翻 如今为了地狱台风 海边的民居大部分都改成了钢筋混凝土结构 华仔的母亲林晓玲正在厨房忙碌 没过多久 晚餐就准备好了 辛苦阿姨啊 给我们准备了这一桌这么丰盛的晚餐 我想先尝尝我们今天 费了好大的劲挖上来的海鸡角 可以啊 你先试一下 这个怎么吃呢 我还第一次吃呢 你拿一个按一下 打开它后面 整个药就呈现出来了 直接吃就可以了 很鲜甜是不是 味道很 非常的鲜 它煮完之后 它是那种甜甜的口感 有点像吃生蚝的肉 但是又很甜 有人还这样 这样我们放下嘴 把汁水都吸出来了 对对对 我来吃下你们这个吃法 汁水都特别鲜甜是不是 好鲜好鲜 太鲜甜了 海鸡角的制作非常简单 清洗过后 只需用海盐 淹几分钟蒸一下即可 餐桌上 白好煎蛋嫩滑鲜甜 清蒸麻有鱼 肉质紧实 口感细腻 华仔告诉我们 他以前打工时 曾经送过外卖 也从事过销售和餐饮等工作 但都离家在外 如今回到大好村经营民宿 一方面可以照顾父母 另外也真正感觉 有了自己的事业 那决定做民宿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机遇吗 当时那环境整个山越完整的发展 然后我们这边的旅游就慢慢越来越好了 回到这边来 刚好我一个搭档 因为他前期有经验了 看到这个行业可以做下去 刚好他看到我人也比较实在 所以他就叫我一起跟他一起做 那当时儿子说决定把以前的老宅子改成民宿啊 你的心里会不会有点担心啊 因为 不会不会都很开心 就从他在深圳回来 村里各个人都说到出海啊 做审议什么都很激烈 队员啊什么也是很好 诚恳待人诚信经营 滑载的事业也在文部上升 旅游业的发展得益于惠州丰富的自然资源 人平半岛坐拥鸿海湾和大亚湾 因其靓丽的海岸线成为热门的旅游度假地 我们前往大亚湾东岸的汛辽湾 它是人平半岛的核心区域 因为海青沙白 有天赐白沙滴等美语 我们来到汛辽湾 立刻被眼前的美景吸引 张老师 你好 早上好 早上好 这边景色很漂亮啊 对对对 沙灯颜色是银白色的 而且今天天气也很好 照着整个海面也特别的蓝 这边的话是我们汛辽中区沙洲公园 在渔月村 我看现在海面上停播了很多渔船 这些渔船现在还是归渔民 平时自己出去打鱼吗 这渔船是我们渔月村里面 形成了一个休闲渔月合作色 把原来的渔民在海上捕鱼 现在就转产转业了 变成了在海上可以捕鱼 作为一种观光的体验 让游客来到我们这边 体验到我们渔村的这种原汁原味的渔家生活 汛辽湾毗邻邻香港深圳 从这里到达珠三角核心城市 以及周边市县车程均在一到两个小时之间 汛辽湾自然生态环境优美 沿海分布着七山八弯十八景 素以石其美水其清沙其白而著称 十分适合开展海上旅游项目 我们跟随渔民苏雪莲出海 体验捕捞的乐趣 苏社长我们的船大概行驶到什么位置 就可以开始打鱼了 就在离我们码头 大概几百米千米左右就有鱼打了 那边有什么样的一些鱼 这个时候本来就是流鱼那些比较多 但这几天换鱼比较多 苏雪莲告诉我们 为了适应旅游业的发展需求 2017年之后 渔翼合作社把当时村里的木船 都改良成了如今的敞篷船 渔船篷顶的设计高度将近两米 周围还安装了护栏 船身和船底也为了地域风浪和防止搁浅 做了相应调整 这一切都使得游客在海上观景 更加舒适安全 除此之外 游客乘船出海 还可以感受到捕捞的乐趣 放下去了 放下去了 接下来把板脱衣又可以了吗 对 旁边之前这样是干嘛用的 它那个网可以打开来 可以大大的张开 接下来里面就不会出来了 它能下到多深的深度啊 一下下去就到底了 因为这样拉两个木板 有那个铁啊 那些啊 这里的水深才五六一的 那两块板有多重啊 大概有三十多斤 三十多斤 所以放到水面里面 它马上就沉底了 这边也在下了 看 哇 这个水真的很清啊 这个板到现在这个位置 还是可以看到的 鱼网下好后 要用船拖行半个小时左右 我们乘坐的这艘游船 可以容纳十个人 包船出海 每小时三百元 快艇则只需要两百元 畅游在海上 既可以遮阳 又可以享受扑面而来的海风 遥望前方 烟波浩渺 山海交融 水面泛着点点星光 与避空中的片片鱼鳞状云朵 咬相呼应 美不胜收 继续航行一段时间后 我们开始收网 可不可以让我试一下呀 来啊 来 小心 再往上拉是吧 好 稍等 我这好啊 没了吗 这一网就捞上来几条小鱼 看到框里面 看看什么品种的 这是什么鱼呀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黄鱼 这就是黄鱼吗 对 虽然没有几条 但是运气很好 我们不捞上黄鱼了 算可以了 还是很高兴的 这边也有 这边更多了 看这些黄鱼 铺力满满 铃片是荧光闪闪的 对着太阳看特别好看 而且它塞布这里是金黄色的 所以它叫黄鱼 黄鱼是不是 它就这么大个吗 有大一点的 这个时候它就比较小 我们的收货坡风 捕捞到了大概十斤小黄鱼 和几只小虾蟹 还有一条鱿鱼 苏雪莲告诉我们 作为合作社的休闲渔业项目 乘船的游客 可以免费带走鱼网内的所有收货 下午五点 我们带着收货 前往苏雪莲的家 家人正在忙碌 制作香煎黄鱼 青炒蟹 鱼饼等鱼家菜 很快一桌菜肴就做好了 鱼子 这小黄鱼菜还挺多 不过肉很嫩 肉很鲜美 对对对对 看这里满满的 都是它的鱼子 就鱼子非常的鲜 但是有一点点苦味 我们当地的专门要吃这个味道 这是当年的一种饮食习惯 对对对对 我们这边注重的是青蛋 青蛋才能吃出它的鲜 我走了这么多南方的村子 我是真心觉得这儿的村子很漂亮 生活很便利 旁边就是小卖铺 销售也很方便 对对对 我们这个村 现在还是我们国家级的 师范村 特别是自从建设完这个村子里以后 更加好了 你们觉得好在哪里 街道 整街 然后规划各方面 都比以前好很多 很整齐 苏雪莲告诉了 十年来渔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环境治理 她带动渔民整改房屋 放弃了一些眼前的经济利益 才有了今天的碧海蓝天 傍晚时分 苏雪莲带我们到海边走走 现在到傍晚了 在海边散步还是很惬意的 是啊 因为在海面上起了一层薄雾 感觉那个山就漂浮在海面上 对对对 很神奇 看上去很像那种海市城楼的感觉 是 是 非常神奇 对 您现在走到海边散步 跟十年前散步的心情 肯定是不一样了吧 每天在这里散步的时候那种心情 既开心又想到之前那些心酸 之前我当村主义的时候 正式的下大决心 让我们村一定要有一个变化 我觉得要发展 必须要先把这些沾乱畅 清理好的 到现在他们完全说你那种好 那种感受完全不一样 苏雪莲从小就在训料渔野村长大 二厘零三年时 他曾在镇上经营电脑维修生意 由于一只热心村里的公共事务 回村后 他担任了渔野合作事社长 和村主任的职务 一直致力于推动渔野村面貌的改变 如今他们赶上了乡村振兴的时代机遇 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 令渔野村万象更新 在海岸边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里是里南明郡 流传着苏东坡的故事 横来方丈应不远 肯为苏子扶将来 当时他也是为这样的景色 所感到震撼 远方的家旗里进入 行走山水间 海天之间山水历程 正在握出 惠州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惠城区是惠州市的中心区域 常住人口156万 自随少以来 这里就是东江流域的政治 经济 文化和交通中心 有着领东雄峻的美誉 我们来到惠城区的制高点 挂榜阁 站在挂榜阁 可以俯瞰惠州市惠城区的城市样貌 东江西之江穿沉而过 西湖 红花湖点缀其中 远处则是延绵起伏的山巒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 悬案至惠州市留下诗句 左看峰湖 右看江 三山出没 水中央 整个城市就像镶嵌在一座园林之中 山水相依 静清气秀 我们在惠城区的行程 就从这里开始 挂榜阁位于惠州高榜山 这也是挂榜阁名称的由来 挂榜顾名思义 有金榜提名之意 传说古时惠州学子参加科考 如果有人金榜提名 放榜那天 山顶会有祥云出现 所以此山被称为高榜山 如今为惠州发展 做出贡献的任务 他们的名字和故事 也常常呈现在挂榜阁中 离开高榜山 诗志祖跟随惠城区 文化工作者林立 来到东江边的一个小山坡 土山 这里是惠州古城所在地 也是惠州文化历史的开端 林老师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右手边就是东江了 对 身后就是朝金门 他当时为什么要选择 在这建城门呢 因为这里是属于在东江边上 建在这里是有一个 天线的一个意味 在这个位置可以临江而跳 所以有这个很大的防御的功能 那么这里也是我们的宋城 明城墙的一块的所在地 我们在旁边一点 还留有一块 明朝洪武年间建成的一段城墙 那整个惠州城 大概它的建城历史 和这个城门的建城历史 是一致的吗 不是 建府历史是隋朝 隋开皇年间建成的 建城墙的开始是宋朝 朝经门是惠州古城的北大门 林立告诉我们 明朝时 开国皇帝朱元璋 在治国之策中推行高筑墙 全国先席大规模建城运动 惠州在原宋代旧城墙的基础上 根据当时的城远等级制度 先后经过数次扩建 到了清代 惠州府城又在明代城墙基础上 进行了多次整治 关于城墙惠州有一段歌谣嘛 铁链锁孤州 白鹅水面游 任凭天下乱 此地永无忧 那这一段歌谣就是描述了 我们惠州城墙的这个天谴的这个作用 像我就是在中山公园这里长大的 所以我经常小的时候就会 来到我们城墙边 站在城墙上面去望东江啊 还会在东江这边玩耍啊等等 您刚刚那个歌谣里面有一句话叫 白鹅水上游 对对 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一下吗 因为我们惠州叫鹅城 那你从地图上看 这里就像是一个鹅 它椭圆形的 一个像鹅的在水上飘着的感觉 惠州历史悠久 这里留下了很多名人足迹 其中与惠州远远颇甚的历史名人 首推苏东坡 跟随林立 迎着东江一路行走 一座威尔的楼宇映入眼帘 林老师 河江楼他之所以取这个名字 是因为他就位于两江交汇的地方 是吗 对 你看像苏东坡 1094年10月在这里上岸之后 它的第一站就是住进了河江楼 然后他当时住进了之后 看到河江楼这样的风景 他还写了一首诗 海山葱龙气家灾 二江何处珠楼开 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服将来 当时他也是为这样的景色 所感到震撼 河江楼是他惠州的第一站 河江楼始建于北宋初年 原是朝廷官员的驿馆 公元1094年 苏东坡出到惠州 作为一名被贬官员 当时他并不能入住河江楼 但惠州太守张范 却对苏东坡非常敬仰 便特意安排他到此入住 苏氏折居惠州三年 在当地留下了数百篇诗文 其中就包括人耳熟能详的惠州一诀 罗浮山下四十春 卢菊阳梅四地新 日淡荔枝三百科 不辞长作领南人 历史上 河江楼原始在东江边 文笔塔附近 后已经战火多次坦塌 2006年 当地政府在文笔塔左侧 原始对面附近的这座楼屿 如今这地已经成为惠州中心区域 文化建筑的标志 李老师来到河江楼之上 就可以看到两江教会的景色了 对 没错 站在这个位置 这里稍微有点窄的 然后往这边流的是我们的西之江 这一边宽阔平缓的 就是我们的大东江了 像我们面前看到这些楼房 都属于惠城区吗 是的 您看这边是我们的东兴桥 那么桥的西面 就是我们的桥西 桥之东是我们的桥东 就是明清时期 这两个是我们主要的 一个府城 一个县城 算是我们的一个老城区了 您看东江的对面 对岸是我们的 现在的江北街道 也是一个新兴的城区 是 东江对岸 高楼林立 惠州新城 气象万千 东江 西之江穿城而过 不仅赋予了惠州水的林洞 也滋养着两岸的居民 河江楼不仅是官方的驿馆 这一带也是一个通商口岸 明清时期 很多来自粤东和广府的商人 都把布皮 煤油 洋货等物品通过东江 运到河江楼下的水东街 进行买卖和交换 我们从河江楼下来 这条老街就是齐楼老街 还是很有介入特色的 是的 这是我们的广东省 四大历史街区之一 水东街 它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它的建成是早在苏东坡来之前的30年 当时的惠州有位太守叫前苏 那么它看到就是从东江上岸 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前面就是龟山县崖 这一段路非常的泥泞 所以呢它就命人修筑了这一条水东街 在清朝的时候这里是我们的 商补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聚集点 我小时候到长大 你所有的人生重要的大事 我都会在这里购买商品 比如说婚嫁的时候 我们会来这里挑选婚嫁的用品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生活用品 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水东街全长600多米 明清时期街上共有上百家商行 百货行 米行 五金行 茶楼酒家等一应俱全 2020年 水东街整体升级改造 现在 齐楼的一楼都作为店铺 内部被重新装修 二楼用于居住生活 虽然这里的很多老商铺已经焕然一新 但对于本地人来说 水东街上的老味道依然熟悉 它好香啊 走在这里就能闻到香味了 去尝一尝 好 他们是现场做的是不是 对 现场做用油炸的 老板 你好 这个就是爱麻酱吗 没错 是我们惠州很传统的一个小吃 据说在清代以前 我们就有爱麻酱这种小吃了 惠州我们也是依食令而食的 那么到冬天的时候 昼夜温差大我们的白萝卜 就特别的甜 惠州人也很喜欢在冬季的时候吃白萝卜 老板 这个爱麻酱是怎么卖的 两块钱 两块钱 好 我们先来两个吧 阿摩酱的传说有多个版本 但多与惠州话里的祖母有关 以前卖油炸小吃的小贩 经常沿街叫卖 油炸香总是吸引着一群孩童不愿离去 小贩怕热油渐伤小孩 就对他们喊 阿摩叫你们回家吃饭 这种小吃也因此得名阿摩酱 我们要浇做好的蒜头还有这个白醋 这样子吃起来就没有这么热气 好 把它浇上去 浇上去 我们惠州人的记忆 很多在外面回来的惠州人 都会想着回来吃这一口 知道了家乡的味道 很好吃我觉得 是吧 是的 它外面这一层黏米粉 经过油炸之后就是焦脆焦脆的口感 但是它里面的萝卜呢 因为可能已经晾过水了 它是非常绵软的 对 而且很甜 对 有点甜味 它里面是不是加了胡椒粉 对 加了胡椒 你看在冬天吃嘛 有暖身又去湿 有这样的一个功效 而且很香嘛 跟那个虾米放在一起 就带出那种香味出来 在惠州的街头巷尾 香味浓郁的阿摩酱 一出锅就会吸引来来往往的人们 在惠州 还有一样小吃 也寄托着人们的乡愁 那就是薄饼 这边有在卖古城薄饼的 您是来买古城薄饼吗 是 你买了什么口味的呀 我买的是甜的 甜的 是 买了两个 您是住在附近吗 喜欢吃这个薄饼啊 多少钱一个呀 六块钱啊 六块钱 好吃吗 这古城薄饼 非常好吃 这里很著名的 它这里的薄饼量很足的 你现在可以试一下吧 那我也买一个尝尝吧 可以 我们寻到的这家薄饼店 是平海镇的老字号 已经开了二十多年 相传 古城薄饼从北方传到这里 最初是由平海一带的士兵 出海打仗时 所携带的干粮演变而来 您帮我做一个最传统的好不好 好 这个薄饼也是自家做的吗 对啊 蓝面粉做的 嗯 哦 这里面是什么呀 这红糖 红糖 有花生是不是 有白糖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 这椰柔 椰柔 黄色的是肉松是不是 对 这个是什么呀 这油角 油角 对 纯手工每一天八字的 每一样都是自己纯手工做的吗 对 我现在尝尝最传统的 这个是甜口的是不是 这个甜的 嗯 我觉得它外面是从薄饼很有嚼劲 然后里面有花生 有椰柔 有糖酥 它除了甜味呢 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口感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综合得很好啊 除了传统的香甜薄饼 以鸡丝 火腿 豆芽 或者生菜为下料的咸口薄饼 还有冰淇淋薄饼 榴莲薄饼等 也深受有欢迎 刘梅燕告诉我们 平日里她在镇上打工 休息时 就跟随母亲一起在店内 收买薄饼 父亲卤水来 则在后厨制作原料 家里面平时包饺子 或者做馒头用的那个水分 和面粉的比例 好像还不太一样 做饺子也比较 比较干一些 我觉得 比较干一些 嗯 面粉和好后 需要再发酵一个小时左右 才可以使用 刘水来告诉我们 以前在平海镇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薄饼 人们把它拿来当做早餐 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 和物质的丰富 薄饼已经变成了人们 休闲选的一道小吃 哦 不用什么攻击吗 直接拿手就可以了 对啊 哇 这个面团好有弹性 这一张饼就好了 是啊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这上面有刷油吗 不用了 几秒钟时间就做好了 哦 看 真的很薄 热腾腾的 对 热腾腾的 刚出锅的薄饼 感觉这一面是硬硬的 有点脆脆的 我先尝一下 口感都不一样 哇 好好吃 它很香 而且这个薄饼因为它很薄 所以它外面这一层 是糟糟的脆脆的 然后反面呢 这一面呢就是软软的 对啊 就是两种口感一结合 很神奇啊 这个 制作饼皮是刘水来的 拿手好戏 小小的面团 在她手中 不断旋转 然后扶过炙热的铁板 顺着力道 转一圈 再轻轻向上提起 一张薄饼就制作好了 这是她改进的急烫法 这种做法制成的薄饼 薄乳产液 韧性十足 放置一会儿再食用 别有一份风味 在她的店里 另一种最受欢迎的甜品 就是花生酥 关火 现在要放花生酥了 你留点 留点啦 不要全部吃啊 这麦芽糖 和花生的比例是多少啊 一斤比一斤 花生放下去之后 就要不停地搅拌它 要不然这个糖 马上就硬了 就不好搅了 对 没错 很烫啊 现在温度应该还挺高的 好 我们出去 哇 下面已经铺好花生了 倒上去 给它打开 哇 这个一百开 满满的花生的香味 现在要做造型了 哦 现在做造型 做造型 对 这个给你剪 好 很烫啊 小心 哇 哇 这真的很烫 哎呀 也不敢耽误时间 要不然糖凉了之后 就没法卷了 这真的 我感觉有一百多度吧 可能都不值 两百度 七八十度 两百度就有温度 两百多度 好烫好烫 挤压成条状的花生酥 要用模具打磨圆润 并在定型前 用手按成类似眼睛的形状 让花生糖更加疏松 这样冷却后吃起来 才更加香脆 刘雪莱告诉我们 自己的薄品店之所以远近闻名 和她妻子多年来的支持与鼓励 密不可分 那个时候我老婆特别鼓励我 我老婆特别鼓励我 所以我们做那么成功啊 全部的这个产品是我老婆要求 去做的 我就去研究 怎么做慢慢弄啊 做到成功了 才可以推出去卖的嘛 一个夫妻感情不好 就根本上是营业不下去的 你们平时是怎么配合的呀 大叔管产品啊 老婆管账啊 一直这么几十年来 都是相互配合 然后慢慢地把这个店铺 从一个路边的一个小摊 然后慢慢做成一个小店面 古镇的生活平静 店里的客人络移不绝 一份薄饼一大酥糖 饱含惠州城市的味道 为人们的生活带去甜蜜和幸福 这里的人们过着现代的生活 传承着古老的文化 远方的家系列进幕 行走山水间 海天之间山水历程 正在播出 广东惠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有着深厚的文化地域 孕育了多彩的民俗风情 惠州小金口的麒麟舞全省文明 它与省师同出一元 我们来到了惠城区小金口街道 文化站站长李清华 为我们讲解麒麟舞 这边是一个陈电视 就所有的表演 所用到的道具都放在这 是不是 这些都是麒麟头吗 这些都是麒麟头 我看款式其实不太一样 这个是我们在经过发展和传承过程中的一个探索 像这一款 就是我们最传统的麒麟头 东江麒麟头 其实在我们广东省有三大派系 有广府麒麟 有潮汕麟 有东江麒麟 它是由纸江湖成的 造型上来讲的话 我们的东江麒麟头 它表示的是我们东江流域 人们的一种淳朴和憨厚的这个风格 所以说我们看它的表面 也是一个憨憨的状态 好像脸着嘴在笑一样 是的 并不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凶猛 并没有这样的感觉 东江麒麟舞 是流行于广东东江流域 惠州 美洲 和元一带的民间舞蹈 沿江而去的客家人 通过舞麒麟 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寄托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李清华告诉我们 由于是休息日 表演麒麟舞的艺人 并不在这里 但其中有一位穿成人 正好在家交手新队员 他可以带我们先去拜访 离开文化站 我们跟随李清华 来到小金口麒麟舞的 穿成人曾彦青家中 这是一栋四层小楼 平时曾彦青和徒弟们 就在顶层排练 这里有两根棍子 对对对 手是握在这里的 是这样的 这高十四 抓成这样就不好看了 你看 就抓成这样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是面朝观众的 对这样才面朝观众 如果这样就是口朝观众的 是 刚才那个高十四 1 2 3 4 5 6 7 8 然后下来的时候 行李三寻嘛 左边 右边 左边 这个就四门八导了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麒麟头在师傅您的手中舞起来就特别的生动 好像它真的有生命了一样 它是有一个静动的结合 对对对 它定的时候一定要定得特别的稳 好像真的是听到了什么声音 定睛一看或者倾听一样那种感觉 还是很生动的 麒麟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神兽 羽龙 凤 龟 龟 并称四龄 是太平吉祥的象征 2009年10月 小金口麒麟舞 被列入广东省第三批非舞者文化遗产名录 当天来这里学习麒麟舞的队员 大部分都是初学者 主要是练习守护动作和基本的步伐 看到曾老师手中的麒麟上下跳跃身材奕奕 记者业余也忍不住想要尝试一下 那你试一下这个高丝试一下 这个就举起来 还挺重的 是这样子吗 师傅 对对对 打靠叉 左转 还不是这样 举起来 这样转 对 平转 平转 是这样吗 对对对 这对手腕的力量要求很高 手腕要有一点力量 非常高 股前一头最大的一个难点是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像举重物一样 直立的 重心在你的正中间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举 它不是 它整个麒麟头是要往前倾的 所以它会有一个 有一种力量一直把你往前拉 然后整个手肘的这块肌肉是非常非常酸的 小金头麒麟舞别举一格 大有灰鞋和斗趣的意味 舞动麒麟头时要将表现出灵活生动的形态 全凭直麒麟头的人转动手腕 这不仅需要手部力量 腰部和腿部也要配合发力 同时它又将武术动作融入其中 刚柔并济 雄魂有力 曾燕青从小就练习四门拳 13岁时跟随父亲和伯父学习麒麟舞 他告诉我们 麒麟舞的训练是从武术开始的 要想练好七星步 首先要学会扎马步 即使悟性好的人 也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才能锻炼出过硬的技术 离开曾家 我们和李清华 曾燕青 前往村中的一个祠堂 这里是村里举办活动的场所 广场上 附近几个村的七零五艺人 正在这里排练 他们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衣服都穿好了 是 今天练习的 是从我们整个小金口辖区 各个村的 祠林队伍的骨干里面抽联 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这是我们曾信的一个宗旨 七零在这里练习 因为很多村民在这里比较集中 都会来看 像曾氏的家族来到这 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这个有六十多年了 六十多年 对 是从哪边搬过来的吗 当时在新丰江水户那边搬过来的 1958年的时候就移民到这里 关于祠林五的起源 当地流传的说法是 在清朝千龙年间 人们为了防止盗贼打家结社 祸害村民 很多村子都搬进了武术馆 各村的青壮年纷纷习武 户村守寨 人们在习武的过程中 将武术与客家人 从北方带到南方的武麒麟相结合 渐渐形成了东江麒麟舞 麒麟舞的道具 主要是麒麟 沙仙面具和青 青是传说中 麒麟喜欢吃的一种植物 表演时 麒麟舞配合使用的乐器 有鼓 锣 搏 琢娜等 舞动间 麒麟前扑后跳 栩栩如生 表演者要配合古典 表现出麒麟的喜怒哀乐 麟舞者则通过阻挠 拍打 制服等动作 展现出与麒麟斗志斗勇 这个鼓就是纸杯萝卜 这个鼓就有高鼓 有平鼓 这个就是鼓头了 你刚刚敲的这个节奏 和包括像敲鼓的中间的这个声音 配合麒麟舞是分别有对应吗 有 比如我打鼓边就开始做下一个动作了 我就要起高鼓 或者我平螺起闷鼓 您刚刚打的这个叫什么鼓 这个叫做平螺 平螺 平骨 平骨就是平常这个麒麟走的时候 然后吃青的时候不是有这样的 就是这个手啊 定住它那音不要给它发出太大声 我现在打一下那个起发雄的那种 节奏更快了 力度更大了 是吗 这个呢就是起高鼓 现在演出时 在传统动作中 还融入了岭南音乐 舞蹈和武术表演等多种元素 近些年 小金头705应邀前往泰国 马来西亚 俄罗斯等国家演出 让海外的客家侨胞看到了家乡的风采 也将中华文化传扬四方 山海惠州古运悠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